大家好,我是康康 今天我们一起清理蚁巢 然后喂蚂蚁 几天没有清理蚁巢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只蚂蚱 它的身体已经被蚂蚁掏空 肉被吃光了 只剩下这一副英俊的外壳 好,把它丢垃圾袋 然后喂的面包虫也吃空了 只是因为光线原因 看不清楚 蚂蚁们喜欢把垃圾堆到一起 这样也方便我打理 就是图了一个工具 然后它是一个小型吸尘器 专门来吸一些蚂蚁这边的一些垃圾 有时候也会把一些蚂蚁吸进去 我会用镊子把蚂蚁捏出来 然后再放回去 因为蚂蚁还是比较爱干净的 它吃完的东西都是干干的 只剩一层壳 然后它的垃圾也会固定的堆在一起 所以收拾起来也比较方便 收拾完一朝 我们开始给蚂蚁喂食 我们先准备了三只蚁蚁 然后直接倒进去 蚂蚁们就开始攻击了 尼克巴供贝蚁虽然和蒙蚁比起来 攻击力差点 但是它们的繁殖特别快 群落比较大 这是它们的优势 很快蚁蚁就败下阵来 我们再为它们几只面包虫 全部扔进去 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怎么吃着吃着三只蚁蚁不见了 我们找一下它在哪 我们看一下好像第一只已经被拿捏了 在角落里边 然后第二只已经被掳到这个饰馆中间去了 在这里藏着 应该也没啥希望了 第三只在第一个饰馆里边 被一群蚂蚁照顾着 好像也没啥希望 这三只蚁蚁基本上凉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中间饰馆里边 这个白色的茧 它们就是蚂蚁的卵 尼克巴弓背椅特别能生 所以它们繁殖特别快 我这个蚁巢估计很快就装不下了 需要用多饰馆的饰馆巢来装它们 然后面包虫呢 基本上也凉了 每个面包虫跟前都有几只蚂蚁在照顾它们 看到这里我也就放心了 前面这根饰馆里边放的是糖水 这个之前我说过 尼克巴喜欢喝糖水 大家好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